说来你可能不信 眼前这幅景象竟是400年后的地球 城市已经沦为遗迹 人类成了植物肥料 而造成这个后果的 正是人类自己 人类是怎么把自己作死的 这还要从400年前说起 这时的人类还不懂得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对大自然疯狂破坏 到了2067年 环境危机达到极限 地球植物彻底灭绝 各种危机席卷全球 末日危机之下 全球人口大幅下降 剩下的人类集中在仅存的末日城 每天戴着呼吸面罩 依靠人造氧气过活 名为呼吸的制氧公司 垄断了氧气生产 由于产量有限 氧气被分为不同等级 没钱的打工人只能买到低级氧气 纷纷患上缺氧症 无药可治的重病者 只能选择自焚抗疫 Eason是呼吸公司的一名职员 他每天打双份工 只为多挣一点 给老婆换高级氧气面罩 然而换了面罩也不好使 老婆身患缺氧症太久 撑不了多久 可能就会嗝屁 就在Eason绝望之时 呼吸公司大老板肥姐 却将他叫到总部 还说他是拯救人类的天选之子 通过Eason他爸留下的时光机 去未来找到恢复氧气的办法 这个任务非Eason莫属 Eason一听懵逼了 为什么会是他 肥姐指了指时光机上的显示屏 那是一条来自400年后的信息 上面写着把Eason送过来 重大使命让人兴奋 然而救世主并不好当 公司能源只够传送一次 Eason要是去了 可能就是有去无回 听到这里Eason怂了 他只想每天老婆孩子热炕头 不想当什么救世主 然而老婆却不这么想 Eason要是不去 他的病就没得治 于是一番POA 让Eason走上了不归路 Eason回到实验室 穿上防护服 背上飞行器 带着AI助手小爱同学 进入了时光机制中 一阵光流闪过后 Eason来到了400年后 穿越点位于森林上空 Eason操纵着飞行器落回地面 飞行中不慎失火 燃烧的飞行器 将它轰飞好几十米 等它清醒过来 发现头顶是熟悉的绿色 400年后 地球竟又重新长出了植物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得救了 跟随小爱同学的指引 Eason前往附近的建筑 让人发毛的是 路上没有半个人影 建筑外头还躺着一具骷髅 Eason凑近看了看 衣服上竟然写着他的名字 旁边还有一台老旧的同款AI 难道说自己已经死了 怀着疑惑的心情 Eason启动旧AI 播放了最后一段录音 从录音信息来看 他似乎是在争吵中 被人一枪爆头 这些线索千头万绪 Eason一时也想不明白 还没等他找到答案 肚子就先饿了起来 于是只好开启荒野求生模式 吃起了森林野果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些野果含有剧毒 眼看Eason就要凉凉 天上却划过一道黄光 一个神秘人从那里过来 给他注入了一剂猛药 等他苏醒时才发现 昨晚的UFO竟然是好兄弟枪格 枪格是Eason的铁杆兄弟 也是他半个爸 小时候亲爸为了制造时光机 扔下了Eason母子 后来母亲在街头遭人袭击 Eason也差点死去 是枪格将他救下 并将他抚养长大 Eason中毒后 姑息公司从AI那里得知信息 于是不惜耗费质养用的能源 将枪格送来救他 Eason将枪格带到骷髅这里 枪格却认定 尸体不是他的 接着两人依照小爱的指引 来到一扇铁门附近 铁门上有人眼识别 扫描Eason瞳孔后 随即开启了大门 两人进入门内 里面有一台电脑 荧幕上显示 让Eason按下回车键 Eason按下回车 父亲送他的手环突然变紧 开始自动抽血 识别DNA 随着手环变绿 系统开始启动 熟悉的机器再次出现 正是400年前的那台时光机 传送倒计时被自动开启 4小时后就能将它们传送回家 Eason还惦记着之前的尸体 他调出时光机的影像记录 想要找到真相 影像里记载了Eason爸的穿越实验 在他第一次启动机器时 上面就已经出现那行 把Eason送过来 影像放到一半 提供能源的核反应堆 却出现故障 导致系统出了问题 好在两人本来就是修理工 他们带上工具 急忙向着反应堆赶去 然而当他们来到悬崖边 却看到震撼人心的一幕 400年后 末日城已经沦为遗迹 高楼大厦倾塌破损 墙壁上长满植物 这里没有活人 有的只是累累白骨 人类终究还是亡了吗 更让Eason揪心的是 他找到了亡七的尸体 枪格上前安慰他 说出的话听着却很耳熟 竟然是旧AI里保存的录音 看见枪格掏出手枪 Eason瞬间懵逼 难道杀死自己的人是枪格 没时间再解释了 再不修理反应堆 时光机就会报废 枪格带Eason来到机房内部 电路已经全部烧坏 必须要有一人留下 手动操纵遥控感 Eason选择牺牲自己 留在了没有氧气的机房 眼看就要窒息而亡 枪格却打碎玻璃 将他救了出去 两人回到时光机那边 时间只剩37分钟 Eason本以为自己已经改变历史 然而当他来到门外 骷髅却依然躺在那里 这说明前头等着他的还是死 Eason不想坐以待毙 与其被枪格抱头 不如先下手围墙 他将枪格关进房间 接着开启了尘封的影像 Eason把造出时光机后 与菲姐发生了矛盾 Eason把想找到办法拯救全人类 菲姐却想着自己开溜 跑去400年后苟活 Eason把早已察觉菲姐阴谋 他给时光机设下密码锁 只有Eason的DNA才能解开 菲姐恼羞成怒 一枪干掉了Eason把 接着又派出手下去暗杀Eason妈 以便控制Eason 这个杀手就是枪格 面对这血淋淋的事实 Eason却只能无助痛哭 枪格的枪已经对准他的脑门 外面那具骷髅就是他的结局 就在Eason绝望之时 将他一手带大的枪格 却突然良心发现 一枪崩死了自己 Eason惊呆了 原来门外那具骷髅不是他 而是枪格 时光机还在继续运转 菲姐那边已经做好了准备 富豪人家集结在实验室 只等传送通道一开 就会举家移民到400年后 要想拯救全人类 Eason必须做点什么 父亲的话开始在脑中浮现 Eason脑中灵感闪过 他在电脑上敲下熟悉的那行字 把Eason送过来 将其送到了400年前 这就是时光机上消息的来源 看来是2067年的人类 利用Eason送来的植物 最终拯救了自己 看完这部2067 贱娘不禁陷入了沉思 虽然这个涛娃故事 有着很多逻辑上的硬伤 但是并不妨碍它的警示作用 如若我们不学会善待环境 人类的未来很可能就是电影中那样 我们常说地球是咱们的妈妈 对待咱妈 难道不该好一点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喜欢解说的小伙伴 可以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